金融市长林佑昌因为与确诊侦查队长同出席参会 还脱口罩合照 因此自己下令居隔三天 被网友骂翻 三天是有天生神力吗 还有人说伟大的关近距离三天 平常人要关个十天 看看去年六月经济部员工确诊时 部长王美花按规定居家隔离十四天 但这一次林佑昌居隔期未做完整十天 遭质疑双重标准 他不算是密切接触者 好像学校在预防性停课一样 预防性的隔离三天 但毕竟林佑昌曾脱口罩 短暂与确诊者合照 医师沈正南认为 检疫旅馆没戴口罩开门就被感染 奥默狂接触者定义 不能比照先前变种的十五分钟 他们慢慢出现的是他的哑心 B1B2 所以不管是十五分钟 五分钟或三分钟 会不会被传染 其实还是回到确诊者 他当时病毒的吸气值是多少 第二部分则是 彼此人接触的一个距离 被网友骂翻后 林佑昌26号脸书发文 强调跟市府同仁召开视讯会议 居家办公防疫不中断 下午一点还用视讯方式 举办线上记者会 说明疫情发展 所以我的家里面的餐厅 就变成是办公室 但不少网友酸言酸语未停止 有人说民进党申请完 是不是只要隔离三天就好 还有人批评当我们文盲吗 建议市长最好居隔十天 防疫当前 县市首长隔离期禁笔规定宽松 军官职业中心解释缓夹 但网友还是不买单 接着台北基隆综合报道 能够及时补充抗净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两百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 是有独家的好看